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马上看一下题目到底在说什么 为什么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呢 好 那题目给我们什么 它给我们一个两个Binary Search Tree 一个叫Root 1 一个叫Root 2 那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Return一个Integer的List 然后呢这List里面呢 要包含所有Root 1跟Root 2里面点的值 然后呢要是一个什么 要是一个排序由小到大的一个Oder 好 那马上看一下例子 例子有什么呢 一样两个Binary Search Tree对吧 好 然后呢 Obo是什么 0 1 1 2 3 4对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如果把所有的 数里面的值呢 并在一起的话呢 那由大到小 是不是就是0 1 1 2 3 4对吧 好 那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也一样对吧 是什么 1188 为什么呢 我们把它全部放在一起的话 是不是就有什么 1881 假如好了对吧 那把它做为排序的话 是不是就有1188对吧 好 然后这些呢 还有题目给了一些限制 好 那限制呢 其实还OK 那了解题目要么做什么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 来看一下这一题的重点 好 题目不难 可以干嘛 可以直接去便利两个数的每一个点 对吧 然后想要用哪一种便利的方法都可以 对吧 因为什么 我们把走过的点都存在一个least里面对吧 然后呢 最后只要再做一个什么 再做个收顶 然后只要return就好了 这很简单没问题对吧 但是什么 但是收顶的time complexity是什么呀 嗯 是不是 n log n对吧 然后呢 where n is什么呢 因为不确定两个数它会不会 嗯 一样长对吧 或是不确定它们长度 那n就是什么 n就是两个数所有的点加起来对吧 你也可以说是什么 你也可以说是n plus n log n plus n对吧 基本上就是n 两个数所有的点加起来就是我们的n 所以呢 收顶的话呢 我们就有什么 就会有n log n 那这时候什么 明明事官肯定会问你啊 会问你什么问题 can we do better 对吧 当他问这时候我们会想到什么 那我们要把我们的time complexity再缩小对吧 至少要到缩小到什么 linear对吧 所以呢 题目给了哪些重点 题目给了跟我们说 是个什么 binary search tree 然后呢 return list must be sorted in ascending order 必须要是个排序有小到大的list 那哪一种数的便利方法 可以让我们bst变排序的状态呢 是不是用dfs的便利方法 那dfs又有分哪三种方法呢 我们有什么 我们有preorder 还有什么 in order 对吧 还有什么 host order对吧 那这三种哪一种方法 当你去便利的时候 会让我们的bst t也就是binary search tree 变成有小到大的排序呢 是不是就是什么 in order对吧 好 那我们去一样去便利两个数 然后呢把便利的数存到我们的q里面 然后再去把两个q合并 那你就会问说 为什么要把 为什么要用q呢 因为什么 因为两个q 这边讲一打错 不过呢 这边dq就是排上定义q的方法 所以应该也一样了 所以呢 两个q都是什么 都是由小到大排序好的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 我们就可以从最左边开始 互相去比较 对吧 然后呢 把它比较小的 放到我们要合并的list里面 放完以后呢 就可以干嘛 把最小去拿掉 这样就可以干嘛 我们可以利用q q的特性是什么 first in first out对吧 那怎样把最左边拿掉呢 是不是就是什么 pop left对吧 然后因为已经排序好了 所以小的在最左边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 很简单的用pop left 把最左边的东西拿掉 那为什么要拿掉呢 因为什么 因为两个数它不一定一样长 对吧 拿掉的话呢 当我们的q 其中有一个q 它没有东西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停下来我们的比较 停下我们的合并呢 对吧 因为我知道已经没有办法再去比较 哪一边大 哪一边小了 我们就把剩下还有 剩下q里面还有东西的那一部分呢 把它加到我们的结果里面就好了 好 那讲了这么多 我们一样干嘛 来把我们思路 视觉化 或是图示化 好 那看一下两 呃 题目的两个例子 好 然后我们说什么 我们说我们会有个result对吧 所以我们先把干嘛 先把result写在这边好了 result 是一个空的list 然后我们会有什么 会有的两个 呃 q对吧 所以呢 这边写什么 这边叫它 呃 叫它1好了 然后这边叫什么 叫它2对吧 好 我们开始我们的什么 我们的dfs的inorder便利对吧 所以我们来到看2 inorder的便利是什么呢 是不是 no left right 对吧 那preorder是什么呢 preorder就是 呜 我讲错了 对了 我讲错了 no left right呢 load no left right是什么 是preorder对吧 然后呢 left no right是什么 是inorder 还有呢 left right 还有什么 no 是什么 post order对吧 这个也要记住 那就像你看 我已经把这记在哪里了 可是刚才讲的时候呢 还是讲错对吧 所以呢 不要忘记 dfs有这三种便利的方法 那我们要用的是什么 用inorder对吧 所以呢 是left node right 所以我们看一下 2 知道了我们要干嘛 要看左边对吧 所以一样往左边去 来到什么 来到1 1再去看左边 发现什么 发现左边是空的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之后呢 我们开始干嘛 我们看完左边了 现在要看我们的node 对吧 所以看完1 1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它加到我们的list里面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q里面就有个1对吧 然后1看完了中间 看完了自己对吧 再去看右边 右边没有东西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 所以我们已经看完什么 我们已经看完left no right对吧 所以return回去到2的地方 那2 他已经看完他的left对吧 所以他现在要干嘛 要看他自己对吧 看他自己呢 我们就要把它自己加到什么 加到我们的q里面对吧 然后看完自己之后呢 自己是no对吧 要看哪里 看right对吧 来到right之后呢 right还要得先看 看他的左边对吧 所以左边没有东西之后呢 return回来 所以看了左边 然后再看no no自己的话呢 就要把什么 把4加进去对吧 加完4之后呢 4再看他右边 因为什么 因为no left right对吧 看完右边之后呢 右边没有东西 又return回来 return回来之后呢 4的左边跟右边都看过了 对吧 然后呢 就return回来到2这边 然后呢 2的左边跟右边也都看过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便利就完成了 完成之后呢 干嘛 来马上便利什么 便利第二个数对吧 好便利第二个数一样 我们要干嘛 走no left right对吧 所以我们来到先看第一个点 然后干嘛 他要去他的left对吧 所以left来到0这边 0一样要去他的左边 left 他left是空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 return回来之后呢 来到什么 来到no 所以0要把自己加到我们的 第二个list里面 然后0再看他右边没有东西 return回来 那0的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 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到1这边 那1呢 看完了左边对吧 现在要看他自己 看他自己呢 就把他加到我们的什么 加到我们的list里面 然后呢 1在干嘛 看他右边 他右边来到3这边 3必须先看他的左边对吧 所以看左边之后呢 左边是空 所以呢 return回来到3这边 那3看到他自己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no left right对吧 oh my god 我们是left note right对吧 所以呢 3呢 就把自己加到我们的第二个list里面 然后3再看他的右边 没有东西 然后return回来 return回来之后呢 3的左边跟右边都看过了对吧 所以呢 就可以return回来到1这边 那1的左边右边也看过了 所以呢 表示我们的数已经便利完了 便利完了之后我们开始干嘛 开始做比较对吧 好 一开始呢 比较可能是从什么 都可以直接从第一个比较对吧 所以我们看说什么 1 有没有小于0对吧 发现什么 发现1没有小于0对吧 所以我们要把 把什么 把0加到我们的result里面对吧 所以我们result有个0 然后呢 0干嘛 把它pop掉对吧 我们现在第一个位置变到什么 变在1这边对吧 所以呢 pop掉 然后变成什么 变成1跟3 然后呢 再继续比较对吧 所以呢 1 有没有小于 1呢 没有对吧 所以呢 也要干嘛 把1加到我们的result里面对吧 然后把这个呢 消掉对吧 消掉之后呢 来到什么 来到1 有没有小于3呢 发现什么 发现有对吧 所以我们把1 加到我们的result里面 然后这1就不见了对吧 不见之后呢 来到什么 来到2这边对吧 那2 它有没有小于3呢 发现什么 发现 sorry 发现有对吧 有的话呢 干嘛 我们要把2 加到我们的result里面对吧 然后呢 2就不见了对吧 不见之后来到4这边 那4 有没有小于 3呢 没有对吧 所以我们要干嘛 我们要把3 加到我们的result里面对吧 3加到result里面之后呢 3就pop掉 拿掉之后对吧 那我们的什么 我们第二个Q就空了对吧 空了之后呢 我们干嘛 我们把1 再append到我们的什么result里面对吧 所以把4 我刚刚讲1还是4 anyway 把4 加到我们的result里面 然后呢 之后我们干嘛 我们就直接return这个lease对吧 那这lease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排序好的状态 好 那看完这之后呢 再继续干嘛 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OK 第二个例子一样把我们什么 把我们result写出来 然后呢 把1 第一个lease 还有什么 2 第二个lease写出来对吧 好 开始来便利我们第一个数 第一个数呢 来到1这边对吧 1看了左边 空对吧 return回来 然后来到自己 把自己加到lease里面 然后再去看他右边 来到8这边 8必须得先看左边 左边是空 然后return回来 然后呢 8再看右边 8得先看自己对吧 因为什么 因为left no right 所以8看自己之后来到什么 来到8对吧 把自己加到lease里面 然后看右边 右边是空的 return回来 8的左边跟右边都看过了 所以return回来到1这边 1的左边跟右边也看过了 表示什么 表示我们的便利已经结束了 对吧 然后开始来便利第二个数 第二个数来到8这边 8要先看左边对吧 来到左边之后呢 1 左边是1 1再去看他的左边 左边还是空 所以return回来 那1现在要看自己 因为no left right 一直讲错 因为left no right 所以呢 in order是left no right的话呢 1就要加到lease里面 然后呢 1就要去看他的右边 右边是空的 所以return回来 然后1的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 对吧 所以我们return回来到8这边 8看完了左边 对吧 所以现在要把自己加到什么 加到我们的list 或是q里面 然后呢 8再去看他的右边 来到10这边 10得继续看他的左边 对吧 所以来到9 9看他的左边没有东西 return回来 所以要干嘛 把9加到我们的q里面 然后9看他的右边没有东西 又return回来 然后9的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 对吧 所以return回来到10这边 10看完他的左边 现在要看自己 就把自己加到我们的q里面 然后呢 10再看他的右边 没有东西 return回来 10的左边跟右边都看完了 所以再return回来 来到8这边 8的左边右边也看完了 那我们的bnd就结束了 那你会发现什么呢 发现我们的q 还是在一个排序好的状态 对吧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inode的 dfs inode的便利 binary search tree 神奇的地方 好 那 都把它加进去之后呢 一样做比较 对吧 所以有什么 有1 有没有小于1 对吧 发现什么 发现没有 对吧 所以把1加到我们的res 里面 加到我们resort里面 然后把1 pop掉 pop掉之后来到8这边 对吧 那1 有没有小于8呢 发现有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就把1 加到我们的resort里面 然后把1 pop掉 加到8跟8 8有没有小于8呢 没有 对吧 所以我们把8 加到我们的resort里面 然后把8 pop掉 对吧 然后呢 8 有没有小于什么 9呢 发现什么 发现有 对吧 所以呢 把8 加到我们的list里面 这样把8pop掉 pop掉之后呢 发现什么 发现有一个q 变成空了 对吧 所以我们就把什么 把剩下的q呢 那个q呢 append到我们的什么 append到我们的resort里面 所以有9跟10 好 这样就完成了一个什么 一个排序的排法 对吧 好 那 讲完之后呢 我们马上干嘛 很快把call来写一下 那call 有点长 不过呢 也不算太长了 还是需要复习一下 因为我们必须面试的时候 有机会写到白板上 上面 好 那马上把什么 把一个方程定义出来 就说 g什么呢 g o e-l-e-l-e-m-e-n-t 好写完之后呢 马上把什么 把我们的in order 方程写出来 对吧 所以呢 这边写个in order 然后里面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no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 this对吧 所以呢 这边马上一个h case 对吧 base case 因为是recursive 对吧 所以呢 if not no 我们要干嘛呢 就return回去 对吧 不然的话呢 我们干嘛 我们要看到 先去看左边 对吧 所以in order 就要干嘛 去no the left 对吧 因为是什么 left node right对吧 然后呢 我们的list跟着他 或是q跟着他 然后之后来到 来到我们的no的时候呢 我们就干嘛 配我们的no 打什么呢 打value对吧 然后再来呢 看哪里呢 再来就是要看我们的 no 哪边 我们的右边 对吧 所以no打right 然后呢 我们的q一样跟着 那当这些都便利完之后呢 我们叫return什么呢 然后return我们的list就好了 好 那这就是一个 dfs 然后呢 一个in order便利的方法 好 然后我们继续往下写 目前呢 我们需要一个q对吧 所以这边叫q1 q1等于什么呢 是不是就等于我们的in order 然后呢 不是q1是一个tq 所以必须什么 c o l e c t i o n s 是一个collection dq 还有什么q u e 第二个对吧 所以一样把这个call写出来 dq u e 好 写出来之后我们干嘛 我们把它放进去我们的in order里面 对吧 所以in order 这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rune1 对吧 因为那是题目给了第一个数 还有什么呢 q u e u e 还有我们q1对吧 然后一样再来一个in order 等于什么呢 等于rune2 然后呢q u e u e 去把它放进去对吧 那当这些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自然就会有一个什么 我们会有一个 我们会有两个排序好的q对吧 那不要忘记把我们的result定义出来 定义出来之后呢 开始可以做一个合并对吧 这边就可以说什么whileq u e u e 有东西的话呢 而且什么 而且我们的q u e u e 2 两个地方都有东西的话呢 那我就要去把它们做比较对吧 那么比较呢 我们每次都要看最左边的对吧 所以呢q u e u e 最左边是什么呢 是肯定是index0对吧 小于什么 小于q u e u e 那这边q u e u e 对吧 还有q u e 2 index0去比较对吧 如果比较成功的话呢 直接干嘛 result 要去append对吧 append比较小的地方 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用什么 q u e u e 1 打什么呢 打pop left对吧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干嘛 我们就可以用一行的code 去把什么 把我们list里面 把我们q里面的东西 pop出来 OK pop出来之后呢 然后就把它append到我们的result里面 OK 那同样方法 如果什么 如果它不成立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 我们就知道什么 是q 2里面的东西 它比较大对吧 所以直接什么 result就append对吧 append什么呢 append q u e u e 2 对吧 然后呢干嘛 pop left对吧 好 那当这些写完之后呢 当这个回圈结束的时候呢 表示有个地方还有东西对吧 所以我们就干嘛 我们要确保把它加进去对吧 所以我们就说 if q u e u e 1 if q 1里面还有东西的话呢 那就result干嘛 result我这边要用一个什么 xtend extended对吧 然后呢 q u e u e 1 然后呢 if什么 if q u e u e 2 还有东西的话呢 那我result 要干嘛 要去打 extend extend什么呢 q u e u e 2 对吧 在这边你可能会说 哎 为什么不是append呢 因为你想一下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 list或是q的状态 对吧 所以如果假如他这边变4的话 然后我的result如果是123 123 对吧 那如果123我去append什么 我append4的话 那我会有什么 我有123 然后呢 4啊 对吧 我的新加如果是一个list 这样的话呢 就错了 对吧 但是呢 python你可以用什么 用extend 用extend的话呢 我们就有什么 我们就有123 4 OK 这点比较特别 不要忘记 好了 那当这些做完之后呢 是不是就可以很轻松的什么 return的什么 result对吧 好 那这样子code就写完了 那讲一下 time complexity 是不是 应该不能看出来 对吧 我们干嘛 我们去便利每一个数 对吧 用dfa去便利每一个数 然后呢 这边也是做一个什么 也去便利我们的q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time complexity 就是什么呢 就是o of n 加m where m is length of the root 1 然后m is length of root 2 对吧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什么 可以把它想成是 就是o of n 然后你记得要说n的话 就是什么 就是n 就是root 1的长度 跟root 2的长度加起来 就里面有多少点 就是我们的n对吧 那这边我比较 写比较详细一点 就n plus n OK 然后呢 space complexity呢 应该也不难看出来 对吧 是不是也是什么 of n plus n 对吧 为什么呢 n是root 1 所有的点 对吧 然后m是 how much nodes i have in the root 2 对吧 然后呢 space complexity 是n plus n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两个q 对吧 两个q呢 要干嘛 要去存放 它的点 对吧 q1存的是所有root 1的点 q2呢 存的是所有root 2的点 对呢 这就是这一题的什么 time complexity 这是什么时刻你知道的 好 我们现在马上 把刚才写了很多的call呢 这边把它打上去 先写一个什么 先写一个in order dfx 对吧 好 然后我们会有什么 会有我们的node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q跟着 好 然后呢 这边要马上写什么呢 写个base case if not node 我们就return掉 不能画呢 干嘛 in order 我们要先去看什么 node的左边 对吧 有ft t 然后呢 rest 还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的result 就要去append append什么呢 append我们的node 打value 对吧 所以呢 leftnode right 现在要干嘛 要去我们的right 对吧 所以node.right 然后ries 好 这样子我们dfs 方程就写完了 dfs的in order 方程 写完之后呢 马上来 把我们要的东西 定义出来 对吧 说我们有q1 就等于什么呢 等于collections dq 还有呢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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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什么呢 等于我们的collections dq 好 然后还要把我们的result也定义出来 定义出来之后呢 马上干嘛 我们要去便利 它 不要忘记 所以便利我们的数的话呢 就是q1 in order 然后把什么 把我们的rute1放进去 然后把q1 u1也一起跟着 然后in order再来一次 rute2 q1 2 放进去 这样子我们知道里面 我们的当in order跑完之后呢 我们的q里面就有一个排序好的list 可以去做比较 所以呢 why有什么 why有q1 and什么q2 当q1 q2里面还有东西的时候呢 我要去跟他们做个比较 对吧 所以呢 q1 index0 就是左边的位置 如果小于q2 最左边的位置的话呢 那我的result就要append什么呢 append我们的q1 1 打什么呢 打pop left 对吧 不然的话呢 就是什么 就是result append q1 2 pop left 好 那当这些做完之后呢 我要去把什么 看说 如果q1里面 还有东西的话呢 那我干嘛呢 我的result要去什么 extend xtnd xtnd的话呢 q1 对吧 然后呢 ifq2 有东西的话呢 那result叫extend extend什么呢 q1 q2 好 这样都做完之后就可以return什么 return我的result 好 那这样把这个code送出去 看看会不会过 OK 哪边有打错呢 result是不是拼错了 哪里呢 看一下26 result result lt 哦 这边拼错了对吧 对吧 result 好 送出去 accepted submain呢 OK 好 那submain也过了 好 那这一题就讲到这边 那不好意思 今天蛮多口误的 因为我也不是完美的 对吧 那希望这可以帮助到大家 然后也别忘记 每个礼拜三 跟每个礼拜日 美国西岸时间的晚上十点 我会定时上传我自己复习的影片 如果复习的影片 曾经帮助过瘾的话呢 不要忘记按赞订阅 还有小铃铛 也希望今天的大家都能比昨天厉害 我们下个影片见 Peace